现年35岁的梁洛诗Isabella早年为救爱李泽凯诞下三子 2011二人宣布分手后 他一度带着儿子移居加拿大活 直到2018年四母子回流香港 并住在传货李泽凯与的五亿饮食豪宅 一向生活低调的梁洛诗 偶尔社交网分享工作即日长照 但甚少曝光三米尔的近况 昨日九日他则积喊晒疑似14岁大子李长志 向引起网民热烈讨论 梁洛诗日前出席好友婚 事后他于社交网贴出合照 并以英文留言祝福 对新人幸福快乐 当中可见梁洛诗穿上一席黑低胸透视婉装 虽然已是三孩之母 但他依然是少女 身形鲜瘦 皮肤状态极佳 更或网民封为基天菜女同志圈的女神 姐姐真的是美帝不给人后路 好美的姑娘啊 可以付出拍电影了吗 你就怎么保养的啊 一点都没变啊 还是那么没等 其最令人注目的 是他在大合照中挠十一名乙公遮面的大男孩 不少网民猜测该男孩正是大子 长志而相中 疑似李长志穿上西装打呆 身高一 妈咪眉间 可谓长大不少 皱眼看与动灵梁洛诗 如此地一样 一般网民纷纷议论 估计未来是个高个 一动不动很老实的样子 梁洛诗和李泽凯 偏爱长子李长志 长子改变了他的命运呢 星岛 跳u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 容